很多人都见过这种开子路边的一员店 其实在美国也有这种店 这个店的名字就是99分 这个店在美国还是蛮有名的 至少在罗杉矶这边特别的多 很常见的 这里面小到这种笔、文具或者是吃的东西 大到锅碗、瓢盆甚至是被子、褥子 这里都有卖的 大家好,我是罗杉矶房产Chris Liu 今天就带大家逛一下这个99分的店 咱们可以看到架子上都是一些日用品 还有这个冷柜里就是放的各种吃的 火腿片99分钱一包 然后咱们再继续看 这还是另一种 这个是火鸡的火腿片 这里是热狗肠 也是99分钱 这个店里大部分的商品其实都是99分 包括这个大罐的果汁 各种味道的草莓的香蕉的之类的都有 但是也有一些呢 它不是99分的 比如说咱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矿泉水 24瓶 2块7毛9 还有水果的摊位 你看这个卖大橙子的 这么大一袋橙子 有2块多的 有5块多的 甚至还有这个3块9毛9的这个柠檬 一大袋子柠檬 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一些 还有这个柜子呢 是卖各种蔬菜的 还有水果呢 像这种白菜啊 葡萄啊 土豆啊 基本上在这里都有 这个镜头呢 就是卖比如说像一些膳醇啊 维生素啊 这之类的 基本上呢 都是1两块或者2三块 还有卖这个袜子的 这一大包袜子 基本上就是2块或者是3块 还有这种唇膏啊 这是什么 这个是沐浴露 2块9毛9 这么一大瓶 因为差不多两年多没有来了 感觉这个好像真是涨了 以前我记得好像都是99分 这两边呢 就是矿泉水 饮料 这种什么功能性的 然后5个5块的 还有可乐 冰红茶 雪碧 这类似的这种 这个等走的时候 我得买一瓶喝 然后这边呢 就是各种糖果 这些都是99分的 有那种大果仁的 可能就1块多 这一大罐子呢 4.99的 这个地方还发现一个 我以前挺喜欢的 这个酸奶葡萄干 外面就是包了一层酸奶 里面是葡萄干的这种 这个也是99分 这里呢 是调料的柜台 什么辣椒粉啊 胡椒啊之类的 都是99分这样一瓶 我记得他们家 有一种辣椒面是不错的 那种回去炸辣椒油 还是挺香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这种 接着呢 咱们再看这个 被子入子 什么四件套 五件套之类的 基本上就是 十几到 19.99 好像是没有看到 超过20的 这个12块 另外呢 像装饰品 这种花瓶啊 1.99的 或者是这种 贺卡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在这里买 圣诞节的一些小装饰啊 都挺多的 然后还有这种 锅碗瓢盆 锅呀 或者是 夹子呀 这里都有 你看这个大锅 7.99 这里呢 反正没事的时候 逛一逛 还是挺不错的 更多的 洛杉矶这边的生活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接着聊 咱们下次见